花蓮好山好水好空氣 那花蓮有山多 石頭多 森林多 然後原住民多 在我們花蓮就可以看到六個族 那在阿龍身旁的這邊有一個 我們台灣原住民的分布圖 那在花蓮就能看到六個族 分別有像太魯閣族 薩其萊雅族 葛馬蘭族 阿美族 以及所謂的布農族 那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是位於我們花蓮中山路的頭 現在是規劃在我們花蓮所謂的 國福社區 那這個國福社區 大部分居住的是我們台灣的第十三族 薩其萊雅族 所以我們花蓮的古地名 除了稱作回蘭以外 早期又叫齊萊 那就是取薩其萊雅族 中間的這兩個字 所以我們花蓮早期 因為薩其萊雅族普遍的 居住在我們花蓮這個平原當中 所以以前又叫齊萊平原 所以古地名又叫齊萊 那我們今天就隨著阿龍的腳步 跟大家了解一下整個薩其萊雅族 它整個一個歷史 以及它的一個當初的一個 為什麼會住在這邊的地方 以及它整個一個嚴格 那薩其萊雅族呢 主要齁 在我們花蓮縣境內 它的分佈範圍齁 可以看到阿龍旁邊這一幅 整個一個分佈圖齁 它主要居住在我們花蓮的北埔 然後以及鳳嶺的三星 以及受封的水蓮 以及封賓的基齊 那它花蓮市的範圍呢 最主要是從我們現在的四維高中 一直到我們這個國福社區 甚至再往南邊一點走到水源村 那甚至呢 再更往南一點到瑪麗雲 那這瑞穗的瑪麗雲這個部分 在薩其萊雅族 它的歷史我們可以從清朝開始說起 那清朝1878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很慘烈的戰役 叫做加雷萬戰役 那這次加雷萬戰役的主要是 當時的清軍啊 跟所謂的格馬蘭族 那格馬蘭族 當時居住在我們現在花蓮 那個加勒福那一帶 那以前那個舊地名叫加雷萬 那加雷萬那邊的格馬蘭族呢 跟薩其萊雅族合作 然後抵抗清兵 那因為當時清兵 對於這個薩其萊雅族 他們有所謂的榨取金錢啊 又調戲了薩其萊雅族的婦女 也是引起他們的不滿 然後聯合了格馬蘭族對抗清兵 在1878年發生了這次 非常慘烈的加雷萬戰役 那這個加雷萬戰役之後呢 整個格馬蘭族呢 以及薩其萊雅族就四處潰散了 因為為了逃避清兵的追殺 甚至呢 這次薩其萊雅族人呢 為了躲避清兵 於是呢隱姓埋名 躲藏在阿美族的部落當中 那他們最遠呢甚至逃往台東的觀山那一帶 那在日據時期呢 那日本人呢 將這些薩其萊雅族 從現在的差不多四維高中 一直到國福這一帶呢 把它歸類為所謂的一個規劃社 那薩其萊雅族在當時呢 原本有五個部落十個聚落 那四維高中一直到現在的國福社區呢 當時日本人就把它歸類為所謂的規劃社 在家所謂的行為 我一定到達到的信息 我可以提醒一下 我可以提醒一下